大家好我是老天啊 今天我们这个厨房啊 正式开始建了 今天切了 有1000多个砖 给大家看一下啊 切起来以后啊 看起来还是 挺大的哦 不知道那个砖还够不够 那个是昨天我跟我老爸去那边 借别人的 借了1400多个砖 今天用了100多个 不知道 还够不够 起码这个砖的话 还切起来4层高 在这上面打那个横梁 横梁打好以后呢 在这上面盖那个鱼子板 到时候在前面的话 要给它填平 今天搬了一天的砖啊 我这个腰真的是 现在很难受的 我这一天都是在咬牙坚持着 田上呢今天也过来帮忙了 他到下午2点多的时候 就先回去了 因为鱼子放学的话 要吃饭他就回去给鱼子做饭吃 我呢现在也准备要回去了 我等一下还要去派出所里面一趟 去报个案 因为我子女啊 昨天上了两节课 就跟几个女孩子 跑出学校外面去了 今天老师也在我们家里做了个家伙 建议我们家长去 报个警立个案 他们学校今天也去报案了 刚刚哎呦 到那个派出所里面 去报案了 他那边说不立案的 因为他们是自己 从那个学校里面跑出去的 所以说不立案 刚去给那个 我们干活那个师傅 买了 两包烟 我本来说是买一条的 结果老板不卖 他说 他卖了以后怕 别人来买的话 我的药真的是 上个楼梯都费劲 他说老板说 他买给我了 他说别人能买的话 就没得卖了 开出灯了 因为这个师傅给我们干活的话 是220块钱一天 一天三多饭 再一包烟 哎呀 我的腰哎呀 这腰肥点 嗯嗯 我靠一下啊 越来越严重了 这点干一下活 好像 又又很痛 现在我不是担心 我这个腰 哎 担心我治愈的事情 真的 你今天不是去靠近了吗 靠近了 人家说你从学校里面 自己跑出去的 不立案了 自己跑了就不立案了 不管了 他说 学校已经到 靠近了 靠近了 我 可能 就在想办法再联系他们 他可能 就算以后回来了 回来了的话 可能就上学了 因为 老师都怕了 学校 不要上了 不是不要上了 你去了 你上去 上一天去 又跑上一天去 又跑 人家学校怕了 嗯 出了问题 不好交代 是啊 现在这个学校也 有那个担心的 也会影响其他同学 是吧 毕竟出上最后一学期了 你能理解学校的 所以以后 到考试的时候 去考试一下 还能到考试啊 考试一下 在 如果想去 读技巧的话 就去读技巧 对吧 反正你 肯定考不了什么 嗯 哎呀 我的天哪 他现在到底在哪了吗 我不知道 谁知道呢 他跟他一起出去人呢 那几个人都没有消息 就这么一个山村 小山村 又不是城市 大地方 就这么小地方 他可能都不在正常火线里去了 那你就找不到了 麻烦 又没有手机联系 现在他自己 学校也在想办法的联系 拍照说也在想办法的联系 看看明天有什么消息吧 哎 他这辈子 他这辈子就这样 自己把自己活 有没有办法 这是自己选择的 以后将来也不能怪谁 真的 我觉得我们已经 管了很多了 这个 嗯 只能看他是以后自己照办 以后 找不住 但是还是去找吧 嗯 是找啊 我也在想办法联系人 找他 嗯 今天去找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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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